王豐老師剛才這些說法有過當嗎 我是覺得就是說包括黨產 我們要回溯一下 他到底是正當還是不正當 我們從我剛剛也講了 我們現在看到有一個人跳出來 他是一個腦後拖的一個長辮子 穿著長袍馬瓜 我們一定覺得這個人是個怪物 可是假設我們把那個時空環境 不會啊 那個五部分就這樣穿了 是 把他回溯到一九四五年 把他回溯到一九四五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國民黨戰勝 他因為美國丟了兩顆原子彈 他變成戰勝國 那戰勝國的時候 他到所謂的淪陷區去接收 臺灣是一個非常例外的淪陷區 臺灣過去是殖民地 那他在大陸的淪陷區接收是黨 政 軍 特 團 各個單位 你管什麼部分 你就回去接收那個部分 對 可是臺灣是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因為臺灣過去在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五年間 他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他是在清朝的時候是中國的一部分 好 那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後 十月以後 他要來臺灣接收 那就說也是一樣 黨政 軍 特 團 可是呢 這個黨的這個部分是最後接收 是什麼人 就說軍政 軍隊跟政府去接收完畢之後 剩下來的你黨來接收 對 然後呢 黨 因為你黨也有支出 剛剛這個連晃兄還是瑞德兄講的這個戲院 這個戲院是幹什麼呢 能夠有一些盈利來維持你這個黨的運作 對 那過去呢 每個禮拜三 蔣介石他是總裁 他總裁要開會 那總裁開會的時候做的決定 在黨的會議桌上做的決定 是政府的事情跟軍隊的事情 換句話說 你從那個黨國一體的機制 去看的話 你會覺得那個見怪不怪 可是我們從現在來看的話 他確實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是應該去改變的事情 這個改變過程當中 在清算的過程當中 是要符合現在的一個現實利益 現實的正義 才對 那另外講到複聯會 講到複聯會 也是存在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奇怪的單位 怎麼會有複聯會 複聯會以前是幹什麼的 抗戰時候 還有退到臺灣來 那個時候要反攻大陸 所以宋美玲經常去到一個這個複聯會 複聯會有一個地方 很多的這個縫衣機 然後他就在那邊學著採縫衣機 在逢真衣 所謂真衣就是給軍隊軍人穿的這個衣服 好 那這個是複聯會 等於就是黨政軍特團之外的 另外的一個特特殊的單位 好 那我們再講黨庫國庫的問題 圓山飯店 圓山飯店是怎麼蓋起來的 圓山飯店他不屬於黨 他也不屬於黨政軍特 都不屬於 他是個非常特殊的 那據說有一個對話就是蔣介石跟宋美玲的對話 那個蔣介石有一天啊 就是閒賴無視就問宋美玲說 那個圓山飯店蓋的那個工程費 還給臺灣銀行沒有 宋美玲說這還需要還嗎 就說這需要還嗎 那蔣介石認為說你問這什麼話啊 蔣介石認為說你左口袋掏出去的錢 你還是要回到左口袋 你不能說左右左右還是要分清楚 那蔣介石腦子裡面還有左口袋右口袋 那宋美玲他是沒有左口袋右口袋 反正就是那口袋 就是你蔣某人的錢就對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看這個事情 真的必須用現在穿西裝打領帶 或者穿洋裝的這種方式去看 而不應該說你脫的一個辮子 然後穿著一個長袍馬褂 你會覺得這個人真的是不是笑 也就是就是一個一個怪物 佩芬姐在我們節目當中開玩笑說 複聯會的位階高過國民黨 那當然 整邊人 整邊人 有哪一個社團的負責人 可以晚上不讓最高國民黨主席睡覺 他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根本管不了宋美玲 可是宋美玲主導的這個複聯會 他的資源還是得從國來嘛 就是複聯會自己都說 我們的錢是來自公營事業機構捐款 美元以及影劇院的隨票付捐 你自己都講了這件事情 就國民黨管不了你 但是你當被全國 被全國人民給監督啊 是不是 好我們來看一下 惹起重度的還有一起 就是黃安的醫療費用 全民買單嗎 張善任他今天說 我從行政院的角度來講 國民回胎就應該是一視同仁 但從個人的角度而言 他說我個人不太高興 好 那楊智良就說呢 如果黃安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的話 那麼當然繼續繳健保 你就依法可以用健保 但也凸顯了健保的偉大了 黃安的醫療花費評估裡面 包括了像是醫療包機 大概有數十萬 那麼健保給付的治療費用 包含了藥品啊 有醫材啊住院啊 而中國等境外醫療補貼 每天還可以最高 核退八千一百一十四元 國內的醫療給付 如果他是心肌梗塞 不是他是心臟繞道手術啦 心臟繞道手術的話 應該是大概四十萬到五十五萬 現在大家都好奇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黃安到底屬於健保當中的 哪一類啊 我們現在就大概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類別 大概分成六大類 第一類就是受僱者 公職人員 戶主 自營業主 專輯人員 自行職業者 還有就是職業工會 這是第二類 第三就是農漁民水利工會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下面是 第四類就是軍人 軍校 替代役 矯正機關 第五類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低收入戶 第六類是無職業榮民或榮民遺倦家戶代表 無職業一般家戶戶長或是家戶代表 來 今天我們請到了這個林靜宜醫師 也是林靜宜委員 那你今天有帶胡椒餅來請大家 沒那麼餓 來 我們今天要請教的是這個 跟這個沒關係啦 我們今天要請教的是那個 你怎麼看黃安這個事件 當然以這件事情來說 如果用醫療人員 每一個醫療人員的角度 你是不應該挑選病人 也就是說你對於這個病人的過去 這個病人的言論再有意見 我想第一線的所有醫療人員 都不應該挑選病人 都要盡所有的力量去救治他 這個是在所有醫療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那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多討論 當然是因為他這個黃安這個藝人 在台灣過去這段時間 他其實觸動了台灣人 最敏感的一個神經 也就是對於國家的認同 台灣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一直覺得其他的國家 你去認為說我的政黨 政黨的這個立場不同 政黨的認同不同 都可以討論 但是台灣是一個會出現 我生活在這裡 我使用這裡的資源 可是我不認為 我是這個國家的人 我比較喜歡另外一個國家 而且是一個敵對的國家 對 甚至是一個對我們很敵對 非常非常不友善 在國際上打壓你 不承認你的一個國家 我想他挑動的是 這一個神經啦 那這一次他回來就醫 當然你在台灣來說起來 任何一個人生病了 需要就醫 大家不會引起這麼多這麼多討論 那他引起討論的原因就是說 他剛好也在前一段時間 激起了大家對他很多的憤怒 那可是他又很現實的生病了 就回到這裡來就醫來治療 那現在出現兩種說法嘛 一個就是說 其實他也沒有佔用什麼資源嘛 就是剛好有空床嘛 就讓給他了 還是他擠掉了別人的床位 這樣子啦 我們今天剛好來討論一個事情 因為今天這一段時間 我們醫師師都一直宣布 我們還有一千多床空床 所以其實已經 我看到很多網友說 如果醫院的醫師 你現在發現你的病人 收家或病房收不上去 打兩個電話 一個打到醫師師去藥床 因為他們一直說有床嘛 那個醫師師電話是85906% 跟85906% 醫師師的使長叫王中熙啦 我們剛剛想要Call out他 其實我手上有他的行動電話號碼 改天如果打這個打不通 我再公布給觀眾朋友 我就跟他講說我要Call out給他嘛 那就我們的指音製作詞打給他 他說他整天都在開會很忙啦 就我還講了一句話說 他也是我們的觀眾啦 就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是 而他有在關注啦 是 就所以第一個事情 poems 如果都沒有床的話 應該先問問看醫師師 他們手頭上的床在哪裡 不然为什么别人没床 他一直说有床 那第二个当然如果以黄安来说 他的状况当然以他的急症来讲 是符合赶快进去医院 做紧急的手术跟治疗 只是说一样都是这样子的疾病 我也在想如果他用医疗专机的方式 他就可以直接有病房 可是如果我们台湾的病人 同样的疾病你进到急诊室 可能还要等病房 甚至在之前我们在流感重症 个案非常多的时候 我们还听过有一个个案 也是类似是心肌梗塞的个案 他受不了他到急诊去 那医院赶快把他送进去做心导管 把他通血管 通完之后因为没有病房可以住 他又被送回急诊室 这种很多 后来躺在急诊室六天 看看状况稳定了让他出院 所以变成说 大家会有一个相对剥夺感 就是说明明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或甚至这些医疗人员 会觉得我手上的病人 他进不去加护病房 那为什么这一个全国瞩目的一个 比较有名的人 他就可以有床 来林医师我请教一下 黄安不是对于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常的向往也歌颂吗 那为什么不留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术 应该也还OK吧 心脏外科有这么差吗 一定要跑到台湾来 而且他明知道台湾来 他会增到很多很多的压力 可能心脏会更承受不了 他还是会来 压力会非常的大 我想有几个可能性 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他算是在医疗上很高端的那一群 他的医疗资源跟医疗技术是不错 不过在很多的地方就我了解 他们也需要很多台湾这边的医疗协助过去 譬如说以这次来讲的一些心脏相关疾病来说 台湾那边有一些台商的医院 他就会那边的一些比较也是高官的病人 就会台湾这边的医师过去 然后带台湾的团队过去 在那边帮他治疗 以中国的官员来讲会这样子 那他这一次不留在那边 我想有几个可能 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在那边不够烈 找没那么强的便宜给他治疗 这是一种可能性 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中国人 但是那边人家有没有觉得他是中国人 可是他对中国有应该蛮大的功劳 习近平应该会帮他瞧病床 去年选完之后 今年年初选完之后 他们还觉得他有功劳 然后当然另外一种可能 我想如果真的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家 当然会想回来 那当然第三个可能性还是健保 因为健保真的是一个 你很快可以取得医疗资源 而且本身必须付出去的代价 并不多的一个制度 所以还是要回归站在 以民意代表立场来说 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 也就代表一个事情是说 制度不该挑战人性 我们去允许所谓的外国人 或者是离开台湾非常久的人 他回来台湾用健保治病这个事情 这个制度我们要重新来思考 因为人性是自私的 他应该付高额的健保费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应该不同的基势 对台湾人来说 第一个你的收入是多少 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隐私 可能暂时我们无法了解 但是如果说以一个事业如此成功 在中国可以赚那么多钱的人 那么有名的人 他到底在台湾是缴了多少的健保费 这是对于很多台湾民众来说 他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 因为对于很多的小家庭 或者现在年轻人 他领那种二十几K的来讲 他们是很辛苦的 他对他来讲 健保费差一点点就有差 从我这个官方行政院的角度来讲 他是我们国民 所以来回台湾就医应该是同样 从个人角度来讲 当然我心里是不太高兴的 怎么说不太高兴 他先前所作所为 大家都看到了